本橋某间幼儿园疑次围绕风波 延烧多时 29号新北地检署公布 孩童的毛发检验结果 36名幼童的毛发 都没有检出有八笔椭类的药物 以及本二氮瓶类的这个药物 那部分幼童有验出 有一些药物的反应 但是这些药物 都是一些常见的 感冒药的这个成分 36名小朋友都没有检验出 八笔椭等47种毒物 只有部分孩子出现感冒药反应 进行这个两阶段的确认检验 具有高度的准确性 那不会有一般医视检验 使用免疫法进行毒品的这个检验时候 可能有交付反应 进而产生伪扬性或者弱扬性 检方表示这次为了消除外界疑虑 已经最速见办理 新北市长侯友宜对于检验结果 也做出回应 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团则认为孩童出现阶段症状老师将讯息记录删除等诸多疑点 兜时事实希望能持续追查真相 幼儿园总公司也发出声明将投入新台币300万元 成立安心专案基金用于相关公益活动 未要案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如今检验结果摊在阳光下 但相关市政仍需检方比对 全案还在正办当中 华视新闻陈居学蔡志明 新北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